阴阳合同,波及前国家主席。传扬子是杨尚昆之孙。 崔永元爆料娱乐圈里,阴阳合同,桃水事件,搅动整个舆论,甚至波及到中共前国家主席。 视频截图。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6月10日讯,崔永元爆料娱乐圈里,阴阳合同,桃水事件,搅动整个舆论,甚至波及到中共前国家主席。 崔爆料提到涉及7.5亿元,阴阳合同,的河北距离集团的总裁阳子,被指是杨尚昆之孙。 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与大陆娱乐界的纠纷,闹得沸沸扬扬,他所披露的阴阳合同,现象不禁引来总理李克强关注和税务总局调查,以及官媒风潮,事件也导致娱乐股票大跌,同时令众多娱乐圈明星心惊胆颤。 随着爆料事件的不断发酵,还有被崔永元爆料签出来的人,上了中共纪委的追逃名单,甚至波及中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,崔爆料中提到涉及7.5亿元,阴阳合同,阳子,被指是杨尚昆之孙。 崔永元5日在接受陆媒专访时爆料,他手上掌握了多份,阴阳合同,中,最严重的是中国距离集团总裁阳子,及七七黄胜一涉嫌7.5亿元人民币,阴阳合同。 他还详细讲述了这7.5亿元人民币,阴阳合同,适宜,并说,阳子放垮了,要杀我。 当日晚间,阳子在微博上紧急回应称,不存在用,阴阳合同,问题,也从未威胁过崔永元。 大小合同,即阴阳合同,交易双方签订金额不同的两份合同,目的就是逃税。 随后,不少媒体报道称,阳子身后后台强大,他是中共元老阳尚昆之孙。 实际上,早在十多年前,香港《太阳报》就曾报道,河北距离集团的总裁阳子,锐意进军大陆演艺圈,当时阳子被问及他是否杨尚昆之孙时,阳子一概笑而不答。 2005年4月,杨子在上海出席一项首表派对时,大会公开介绍他是,以雇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孙儿。 当记者提及其爷爷杨尚昆时,杨子以问题太敏感为由拒绝回应。 但杨尚昆次子杨少宁接受媒体专访时说,杨尚昆育有两子一女,他的大哥生了两个女儿,妹妹也只有一个女儿,自己仍未有孩子,何来一个杨尚昆的孙儿? 杨家长子杨少军,前中共国防客工为某研究所所长,已经过世,杨尚昆西夏只有三个孙女,并无男兵。 杨少宁则是杨尚昆唯一在世的儿子仍独身。 报道说,冒充国家领导后代事件,在大陆屡见不先,杨尚昆去世已多年,至今仍有,商业价值,显示中共领导人所拥有的高级特权,是如何的坚步可破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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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